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60个小时的情况下,这项政策被很多人看作是鼓励人们偷懒的博尔法门,但是,通过对弹性工作计划和工作效率的研究表明,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每周工作30个小时的制度恰恰是精疲力竭的美国劳动力所需要的。 鲁冰称,如果推行每周30个小时的工作制度,那么很多新的宝妈以及肩负其他职责的人就可以保持灵活的工作计划,而不必长时间请假,亚马逊给员工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这也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工作之外的生活也很重要。 这样的工作政策也表明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零售商承认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不管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人类的注意力实现是很短的,有证据表明我们每次只能持续几个小时的时间来集中精力处理某项任务,几个小时后,我们就会感到疲劳,思想上开始开小差,在我们的注意力时间达到高峰之后,我们的表现就会平淡无奇, 甚至走下坡路,如果你强行让人们超出他们的最大注意力实现,你很可能会让他们养成一些坏的习惯。 顶级工作心理学专家K.Anders.I.K.Anders.Erikson说,例如,人们会习惯于磨羊工,挨到下班时间,冗长的工作时间只会迫使他们越来越早的开始漫无目的的浏览YouTube视频, 以消磨时间,参与亚马逊新工作计划的员工将从每周一工作到周四,工作时间为上午10,00到下午2,00。 亚马逊实行新的工作政策的决定,也向其他大公司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初创公司并不是唯一关注人们福利的公司, 大型企业也会随着时间做出改变,我不确定大公司是否都会争先恐后地推行这样的工作政策。 他说,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制度凑效,如果亚马逊通过实行这样的政策提振了员工的士气,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 那么其他公司肯定也会推行这样的工作政策。 鲁斌承认,实行的工作政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 例如,全职工作的员工可能会对只工作30个小时的员工产生厌恶之情, 尽管这些员工只拿到了通常工资的75%,但是,更大的问题可能在于这些只工作30个小时的员工,可能会被迫工作30个小时以上。 就像那些每周按照标准只需工作40个小时的员工,最后被迫工作了将近47个小时。 鲁斌承认,亚马逊将负责贯彻这样的政策,确保30个小时的工作政策能够切实得到落实。 如果亚马逊能够贯彻这样的工作政策,并坚持下去,那么每周实行更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司的主流做法。